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梦婷的三押预算里 免税店扫货是重要一项 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及在抢购的客流里 他相信大家的账单都会超预算 看着大品牌门口长长的队伍 他担心给亲朋好友的带货清单也要落空了 我到达的时候我所需的一些热销产品已经全部售庆了 这次可能亲朋好友让我带的一些免税产品也已经无法买到了 一些大品牌排队目测时间超过30分钟 根据海关统计 今年春节假期海南里道免税市场的销售额达到9.97亿人民币 增长261% 创逆练春节假期新高 而三亚市共接待161.29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48.68亿元 同比增长25.98% 就整个旅游市场的情况看 根据中国文旅部数据 七天假期中国内地出游3.08亿人次 同比增长23.1% 恢复至2019年春节假期同期的88.6% 实现旅游收入3758.43亿元 同比增长30% 恢复至2019年春节假期同期的73.1% 分析认为游客出游心里从景深转为积极 只有半径和旅游目的地 尤其半径有明显增长 探亲房友 旅游过年碧寒和冰雪运动等出游需求 集中释放 其中北上冰雪 南下碧寒 都市休闲成为三大亮点 现在这个旅游市场 已经没有什么热点冷点之分了 只有更热和热的区别 所以这个我们看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 包括这个山亚 还有长沙 一些城市都在说 是不是一半的国人都来我们这旅游了 所以这个市场 无论是旅游目的地 还是旅游景区 都明显的感觉到热的更热 稳的加热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觉得整个旅游经济的格局啊 已经变得更加协调 更加健康 春节期间的庙会集市聚集着本地和外地游客 在北京 圆明园的新春游园会 时隔三年重开各类市集 每天的门框很快就预定一空 现场氛围火爆 可以体验一下以前皇家的活动还是挺新奇的 因为我从广东过来的 还是这活动在广东肯定也没有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这种冰山文化结合起来 觉得对小孩子也很喜欢 然后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心情都不一样了 就是有一种释放的开心吧 在上海 育员灯会人山人海 自开灯以来 相比2019年同期 客流量从趋近持平到反超 育员商城内的商家预计 整个商圈的日均客流量14万人左右 远远超出预判 春节期间应该说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每天的人流量 我预估的话 我们预估的话 大概数据的话都应该在15万左右 13到15万左右 每天的人数都在不断地在攀升 只是每天的客流量是有一些区别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本地人多一点 有的时候是外地游客会多一点 每天早上10点钟正式开始营业 9点半基本上开始做准备 10点钟正式营业 然后我们每天也到10点钟结束 但是基本上到结束的时候 人流都还不散 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强制关门的 走在上海街头的游客都表示 今年春节的旅游娱乐项目更丰富 支出也比往年更高一些 消费就是平常自己要用的一些东西 买了数码产品 然后就吃吃喝喝 然后过年小朋友的这种装备 给他买了一点 旅游的话大概几万块吧花了 两个手办六七百吧 然后特产买了几百块钱吧 一两千块钱吧 上海来了三天 大概预计一家人七千差不多吧 另外三年以来 出境旅游首次进入 假日旅游市场的监测范围和公众视野 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热度上升 70%的旅游企业认为 旅游市场恢复到一半以上 并带动了综合性产业的恢复 预计暑期的避暑 康阳等需求 加上半年的准备 有望时旅游市场全面恢复到 2019年的统计水平 同时旅游升温带动异地餐饮消费大幅增长 比如春节期间 四川异地消费者占比约三分之一 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43% 对餐饮消费的贡献达到47.6% 对于中国居民而言 春节除了旅游 置办年货 亲朋好友聚餐也是重要的节日内容 中国商务部1月30日就表示 消费市场实现开门红 年货等商品销售旺盛 餐饮消费增长明显 春节期间 全国重点零售和参与企业的销售额 就是与去年春节相比 增长了6.8% 粮油食品 服装 金银珠宝 汽车销售 这些也是同比分别增长 增长了9% 6% 4.4%和3.6% 食物商品网上流出 同比增长了14.5% 中国烹饭协会的相关调研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 内地重点餐引起 营业营业收入与去年春节相比上涨24.7% 与2019年春节相比上涨1.9% 客流量与去年春节相比上涨26% 与2019年春节基本持平 在河南不少餐厅的营业数据都非常亮眼 超预期就是我们开业四年以来超过历史最高的20% 开餐10分钟全部坐满并且还有排队 然后排队始终不间断 军客流可以达到近千人 排队最高峰的话也近近300桌 在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9家餐饮企业中 农历除夕到大年初二 陶食和外卖都在5万单左右 同比分别增长1.1倍和85% 城市的餐饮场景大多集中在各大商圈 这些商圈的整体表现也比较亮眼 比如北京的60个重点商圈中 春节假期前四天的客流量就超过了1400万人期 商家销售额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九成左右 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商圈 客流同比增长18.3% 有百户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7% 负责人介绍说 春节特色活动吸引客流打卡 种类反多的特色优质商品更激发了消费意愿 整体我们的商场的客流 较2022年农历的同期 农历春节的同期 我们七天整体客流上涨了57% 也是基本达到了前三年的一个最高客流的一个状态 那么单日客流我们商场好几天都突破了6万人次 基本上我们所有品类都是大幅提升的 大幅提升的 然后我们比较 因为大碗百货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的美装品牌 跟我们的万表品牌 我们这两块的同比上升都将近50%到80%的这样一成络 春节消费中电影市场也是重头戏 根据中俄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 今年春节党电影票房为67.58亿元 同比增长11.89% 观影人次为1.29亿 同比增长13.16% 这份成绩单在中国电影时 春节党票房榜上位列第二 与往年春节党主打喜剧片不同 今年内地电影市场供给类型丰富 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观影选择 我觉得今年就是百花齐放吧 有那种感觉 有适合小孩看的 有适合合家欢的 然后还有适合就是品味稍微好一点的 这个一家人嘛可能要欢乐一些 所以今天先看满家红 如果有机会再带孩子看看刻画 可以让激发他的感想象力嘛 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今年春节党电影供给量 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虽然头部电影的时长都有增加 导致放映场次相应减少 但截至大年初五 观影人次仍然实现了连续五年破亿 今年春节党全国影院的一个平均票价 也是说近期年首次出现了 一个环比下调的情况 那所以能够证明说 影院段其实在表现一种态势 就是说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观众 能走进电影院多看几部电影 那所以从整个的一个人次上来说 相比往年并没有下降太多 毫无疑问 来自电影院的数据 折射出了电影行业的发展势头 同时也被视作 内地消费市场回暖的重要信号 在市场回暖的背景下 今年春节消费也呈现出了 一些明显的特征和趋势 夜店人士介绍说 今年春节期间 服务消费迎来补涨 电影和旅游就是典型的代表 春节党电影票房收入增长11.89% 和2019年同期相比 恢复率达到114.6% 而旅游出游人数和旅游收入 分别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8.6%和73.1% 京东发布的2023春节假期 消费趋势也显示 各地服务消费升级明显 春节期间 生活服务 手机保障服务 家电维修 电池换新和电脑 安装的长交额 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302% 296% 83% 57%和53% 相比之下 商品类消费的增速则 我认为未来的一到两年时间 服务消费的增长 仍然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此外 从高线城市到低线城市 和农村消费的迁移 仍然十分显著 支付坊 2023春节假期 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低线级市场 在春节期间的消费 体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力 三线级以下的城市 消费金额 同比比去年涨幅近20% 涨幅超过了一二线城市 以电影市场为例 三十线城市的电影票房 和观影人次占比进一步提高 此外 随着疫情防控优化 返乡人数增加 灯塔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今年三四线城市春节党电影票房 占比达到50.1% 超过一二线城市 成为春节党票房 回暖的重要因素 今年三四线 四五线的餐饮 会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第一 我们人口的回流 第二三四线的 因为信息 因为媒体的发达 所以它能第一时间捕捉到 一线二线的那些 好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知识 所以他们的学习 和他们的一个创造能力 也在加强 中国民众对于各线城市的消费潜力 也有直接感受 中国深度财经 联合凤凰网发起的调查显示 38%的网友认为潜力巨大 29%的网友表示要看所在区域 26%的网友认为不如高线城市 还有7%的网友表示并不了解 无论是发生在哪些地域的消费 今年春节的相关数据是一记强心针 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消费趋势的各种变化 但在热闹的春节旺季背后 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消费市场的整体恢复力度 还有待后续表现 下节回来继续深度解读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近日突年春节的多项消费数据出炉 市场迎来了开门红 同时中央层面和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一号文件 部署稳经济举措 消费屡屡被提及 在这样的情形下 各界对于消费市场的全面恢复充满了期待 同时也抱有疑问 春节消费的热度如何才能保持 哪些因素最终支撑了消费的韧性复苏 中国深度财经继续为您深度解读 毫无疑问 这个热闹的春节掀起了三年来的消费高潮 眼下三亚等旅游休闲地的热潮尚未消散 这家海景民族的负责人夏玉莎介绍说 三月份的房间早就售清 同时政府的一些支持措施也已经展开 对于民宿负责人夏玉莎来说 要持续稳定地吸引客流 在政府帮扶之外 更需要结合自身特色 制定切实的发展计划 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在服务和卫生这方面的话 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服务这方面的话 就是好多顾客都是坐飞机过来的 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接机和送机 还提供免费的这个下午茶和和水欢迎水果 位于上海重点商圈的百货商场 也清晰地制定出了全年营销目标和规划 接下来会推出更多创新性的品牌推广 以及优惠促销活动 那么现在我们要针对迎合这些消费习惯 我们进行一个商场的内部的一个调整 我们会引进一些类似于餐饮 娱乐文化体验 休闲展览展示 类的业态来丰富 那么从业态的角度 我们来提升整个商场的一个 一个吸客的吸引力 二月份我们还有珠宝文化节 三月份还有美妆节 这些节日我们都会配套 然后结合我们市里面的五五购物节 我们也在策划一系列的后续的一些配套的服务 大家要把自己的精力精准地放在小风险高增长的一些领域 比方说对产品品质的提升 产品特性的一些突化 包括一些渠道的建设 在这方面要精准地大胆去投入 但是为什么会强调忍性呢 今年的市场经济 包括国际环境 还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怎么在从内部管理上提高效率 提高我们整个运营的投资回报率 在特别是我们人员效率 管理效率上 这是整个企业非常关注的事情 显然各领域市场主体已经开始行动 而各级政府部门也事实发力 1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正式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 加力扩消费 并从各方面部署多重举措 包括推动帮扶生活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 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全面落地 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 促进接触性消费的加快恢复 合理增加消费信贷 银层实测做好政策工具箱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做好保交楼工作等 稍早前 中央商务部还提出要围绕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 营造消费氛围 提振消费信心及早谋划 把全年定位为消费提振年 多个省份的经济发展部署中 促消费也都成为了重要的抓手 例如1月29日 上海政府提出 将恢复和提振消费行动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各项举措包括促进消费扩容升级 全面激活文旅市场 支持会展行业恢复重振 促进汽车和绿色家电等大宗消费 对个人消费者 今年6月底以前 置换购买纯电动车的 给予每辆车1万元的财政补贴 另外广东省设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目标为6% 三东省则通过多项措施 致力于解决不敢消费 不愿消费 不变消费的问题 辽宁省则明确提出 多元化提供消费补贴 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 加大对现役商业和重点商贸流通 市场主体支持力度 鼓励合理住房消费等多重举措 国家政策当中也讲了消费的 特别突出了消费这一块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消费行业的一个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 不管是站在消费从业者 还是行业协会的角度 都是对2023年的消费 我们有自己的部署和自己的期待的 所以我们对2023年消费 特别是餐饮食品饮料 整个这样的一个零售 这样的消费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火朝天 打算干一把的 做来各地出台的新春一号文件 住房与汽车消费都被列为重点 纳入到新一年的经济发展框架中 作为占比最高的消费品 汽车消费直接拉动了去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提升1.1%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透支 分析认为额外的消费刺激政策 才能缓解今年汽车消费增速下降的压力 在住房消费方面 据过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看放人群的兴趣有所增加 但总体的新房成交依旧低迷 包括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在内的 重点15层新房成交386套 比2022年春节下降58.7% 在30个大中城市中 商品房成交面积是 2022年同期的56.9% 2019年同期的69% 一二线城市销售面积较三线更快走弱 学士认为住房消费有一个缓慢修复的过程 现阶段关键要恢复工需两段的预期和信心 从长期来看 如果中国这个城市化竞争仍然在加速 如果我们真正的整个宏观经济面 得到大的改善的话 我想我们这个市场会渐渐予复苏的 除了传统的消费场景之外 由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支持的新型消费 正在不断地吸引各界目光 在疫情冲击下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型消费 对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 中国加速形成橄榄型社会 休闲为主的新消费占比提升是长期趋势 剔除居住 医疗 汽车 中国休闲消费占比约为37% 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 提升空险较大 随着数字化的经济 大家对于一些高品质 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这部分的经济会逐渐地去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有大量的消费者 也在有选择地出现消费的降级 这个降级不是因为他们对消费品质的妥协 而是他们更多地在选择一些折扣 一些更好的价格 这数字化的经济或者新经济 对这部分的影响更大 所以大家更多地依赖于数字化媒体 电商媒体来选择这部分 无论是聚焦哪种消费类型 首先需要考虑的或许是影响消费修复和反弹力度的关键因素 首当其冲的依旧是收入 虽然今年春节有不少消费数据比较乐观 但其中银行的一些信息说明 消费场景打开之后 消费增长能否持续 仍然有待于居民收入的改善 比如春运数据低于预期 比如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收入 虽然大幅反弹 但和2019年同期相比 还是有较大差距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居民的收入修复偏慢 对消费有一定制约 在上海预言商城 令先生的沉浸式体验游戏项目很受欢迎 他观察到很多顾客都会消费 但是对于价格还是比较敏感 不太舍得花钱 大家在消费力上 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价格低一点的产品 还是容易能接受的 无论是票价也好 还是这个售卖的这些产品也好 相对来说价格低一点是能接受的 因为可能对于这个一定的消费力的话 还是对于个人的经济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我有这种感觉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 比上年民意增长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按收入来源来看 工资性收入增长4.9% 占可支配收入的55.8% 经营净收入增长4.8% 占比16.7% 财产净收入增长4.9% 占比8.7% 转移净收入增长5.5% 占比18.7% 工资性收入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半 意味着现阶段工资性收入增长 仍然是稳定老百姓消费的至关重要因素 也是促消费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在诸多增加居民收入的举措中 被各界提及最多的就是稳就业 以及就业带动的收入增长 不过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风凰网发节调查中 不少受访者并不看好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数据显示 21%的网友认为要靠工资增长收入 47%的网友表示可以考虑副业或者兼职 19%的网友表示要创业 还有13%的网友没有规划 我们主要收入是工资性收入 实际上国家也倡导这个 你要是投资收入那都虚的 我刚才说了嘛 实体经济要搞上去 这是最实在的东西 去增长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 那么个人的收入也一定会增加 这个工资也是会增加 所以还是要看自己选择的这个企业 一方面是你死工资 还有方面就看你的理财了 我觉得小范围的创业 小本的那种经营 就会接受的人群很很广 分析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 政策上还是应该着眼于提升居民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方面下手 消费的反弹才可能更加强劲 未来这一年的情况中 我们的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 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恢复 以前的增长的趋势 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个消费信心 我的收入增长了 如果信心没有增长 我们的消费仍然会碰到挑战 那信心的恢复就取决于很多 结构性的问题了 包括几点 包括疫情会不会反复 在医疗的体系下 医药是不是充倍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民营经济 小微企业 有没有逐步的支持 年轻人的就业 包括大学毕业生的一些就业问题 这个是影响我们消费信心的很重要一点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按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 低收入组 年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 中间偏下组为18445元 中间收入组为290053元 中间偏上组为44949元 高收入组达到85836元 最低的两个组分别涉及5.6亿人 每个人人均收入1116元 这样的收入水平 难以满足日常体面的消费 更谈不上住房改善 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因此对于那些受疫情严重冲击的 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有分析认为 政府的现金补贴 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举措 全世界各个国家 其实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财务补贴 是一个挺常见的情况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整个中国的政府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实时疫情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现象 所以也没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这样补贴 那我想如果要消费 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复苏的话 如果再针对这个低收入人群 特别是针对服务业的人群 有一些具体的补贴的话 那我想对消费的增长 应该是会非常的迅猛 国民众对于现金补贴的形式 也有不同的看法 政府给个一千或者两千 对于其实这些大部分人 是不能够就是解决根本问题 现金补贴我个人管点还是不合适 发券就可以 发购物券 现阶段采取一些临时性的 这些措施是可以的 所以为了防疫情 这是可以的 但你要考虑长久的办法 长远的办法 根据海外的促消费措施 发现现金补贴短期内 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 但是不能替代中长期的体制性改革 比如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缩小贫富差距 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 好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 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内地A股在图年第一周震荡回落 市场延续节前的活跃气氛 投资人的预期有所回暖 进入2月以来 春季行情能否延续 哪些板块具有投资机会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 本周是农历兔年的第一个交易周 A股大盘在后半周震荡回落 上升中 自在3300点附近压力明显 盘面上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半导体等板块走势活跃 波光服 白酒 保险等板块 则跌幅靠前 从整个一月份的行情来看 一月份A股震荡反弹 上升指数 深圳城址 创业板只分别累计上涨5.39% 8.94%和9.97% 3300点整数关口 曾经在1月30 也就是通年的首个交易日 一月而过 但是随即便出现了下沙 很显然 对于市场而言 对于3300点的突破 看来普遍是信心不足 目前的这个调整 反而是有助于在年报行情当中 把我投资机会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 当然短期来看 我觉得现在来看 这个机构投资者 现在的确是手中的弹药 是不拖了 进一步上攻 我觉得希望不大 展望二月走势 市场分析指出 总体看 短期上升指数3300点 一线压力仍需化解 市场成交量主步恢复 但结构性行情的特征 依旧明显 预计二月份行情仍将持续 伴随着疫情之后的 经济持续修复 市场中期预料仍会保持震荡上行 季节性的信用的增长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 也使得这次的内资 可能季节性主导的这种春季糟动 暂时还没有在市场上出现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 市场快速修复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内资 提前的这种了结离场的这种现象 相应的可能会在一季度的中后期 我们才会看到这么一个推迟的春季糟动出现 也是伴随着这个基本面活动的这种改善 以及这个信用的这个需求 一个后置的释放的这么一个结果 民众对中国股市二月份行情预期如何 凤凰卫视中国深作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华财经共同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35%的人认为 A股会整体上行 26%的人认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23%的人认为可能会震荡回调 16%的人认为不好判断 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吧 主要还是赛道板块吧 新能源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 之后的行情 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看好的状态 现在的这个闲钱如果拿出来的话 一方面除了进楼市 那另一方面就是进股市 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本周人工智能板块表现活跃 其中近期在市场掀起热潮的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BT带动AIGC技术相关个股大涨 在相关领域有布局的柯达逊飞 本周也连日大涨 创出去年10月以来新高 不过柯达逊飞近期公布的全年一级 预告显示 去年全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为 4.67亿元到6.23亿元 规模净利润预计下滑约60%到70% 对于业绩下滑 柯达逊飞表示 主要因为公司2022年在教育医疗等方向上 新增投入在2022年尚未实现收入 另外公司持股的几项金融资产 因股价波动 导致收益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本周是将最受关注的一个热点 就是AIGC 那么它的这个学名呢 就是AI人工智能的一个生产内容 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概念当中最代表性的 比方说本周的柯达逊飞 表现应该说非常的强劲 但是短期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题材 另外柯达逊飞 从他的主营业务情况来看 去年的业绩呢 确实也不太理想 这样的一个基本现实 如果说从短期的角度最高呢 还是要谨慎的 但是真正沉淀下来以后 如果说估值比较合理 然后又有一些新的业务的亮点 那我想对投资者来说 对于有一定风险偏好投资 兴趣的投资者 做适当的配置呢 应该说还是可以考虑的 有研究机构预计 ChatGPT应用空间广泛 下游相关行业 可能包括代码机器人 对话类搜索引擎 语音工作助手 对话虚拟人等 而ChatGPT是AIGC技术领域 最顶尖的模型 有券商认为 AIGC有望成为 2023年内容生产领域最大变局 从上游需求来看 受益行业可能包括算力 数据标注 自然语言处理等 我也有分析指出 当前资本市场 对于ChatGPT的关注度过高 这种技术目前 还远没有进行商业化 应用场景也非常少 因为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可以人机对话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要求提出来 然后计算机通过大数据 结合你的需求 它给你一些 比较简单的答复 这个应该说 也是一种技术的突破 当然这目前 还是一个技术探索研发 现在应用场景 可能还比较少 商业化模式还看不到 法律法规方面 可能也有带进步的规范 但是从题材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想象空间 像这个程序的本质 它更多是一个线性的进步 而不是一个跃迁式的进步 是一个通过大样本 然后高强度学习的 这么一个结果 应该说它相比我们之前 看到的很多这种 以音助手 或者说是这种聊天机器人 它并没有一个原理上的 一个本质的变化 可能后续会有一系列的 这种应用场景的 这么一个改良 但是很难 很难说它是一个革命性的 这么一个进步 这个在具体的学术界 它的这个争议也不太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可能它还是一个 主题性的这个行情 中国证券会发布 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前后相关行政许可 事项过渡期安排的通知 2023年2月1日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正式启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则 一向社会公开征求一切 意味着经过四年试点后 中国启动了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 市场分析认为 全面注册制改革 中长期对一二级市场 带来积极影响 中短期对A股的资金面影响有限 A股市场 内地市场 资本市场已经发展到了 全球这个规模第二的一个大市场 我们很多制度也是 逐渐逐渐的需要和国际接规 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从一种核准 由管理层来说 你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 你一定要完成多少净利润 成熟性的企业 到市场化的程度更高 我们更注重于 信息披露的规范 全面 准确 客观 及时 这些要件上来讲 我觉得注册制是一个大的进步 全面注册制的落地 对于长期来说 意义肯定是巨大的 但是短期 它肯定不是对于市场 带来一个特别剧烈的 这种冲击的这种效果 整体上对估值端 对市场的压力是不大的 在对盈利端 可能主要提振的这个板块 是对于非银金融这部分 就是特别是像这种券商 可能它的这个投行业务 还有像中文券的这个业务 会因为全面注册制的 这种制度的变化 受到相应的这个提振 还有像这种创投类的这种企业 以及这种科技地产 相应的这种企业 也会受益于这个全面注册制的 这个加速 对他们盈利的这个提振 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来看 中国一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升至50.1% 重回扩张区间 这意味着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步缓解 和稳增长政策的逐步发力 中国经济环境有望持续改善 这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到5.2% 并认为中国经济前景是影响 2023年全球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一月份的制造业PMI是50.1% 这个12月份47.0% 是2022年最低 当时一度市场是有些怀疑 有些担心 所以虽然12月份大盘上涨的 但是上涨的步伐很慢 实际上还在焦灼犹豫当中 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一月份50.1% 这应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 也确实反映了一月份的经济状况 今年整个上半年 对经济对股票上的支持 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利 应该说我们看到短期的这种 环比的景气调查的数据 近期普遍都是处于改善的状态 后续可能我们还会更多去关注 在这种海外整体经济下 大型压力下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景气呢 能够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起稳 这是后续整体的制造业修复一个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变量 全球市场方面 美联储二月议席会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 符合市场预期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三月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 连续第八次加息 累计加息幅度450个基点 本次加息后 美国基准利率水平再次刷新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提到 需要更多证据才能确定通胀处于下行路径 又指出如果经济符合预期 今年不太可能看到减息 有投资银行认为全球通胀已经鉴定 而衰退成为今年市场的主要风险 但市场的定价是 接下来的加息次数可能不会到两次25几点 同时在年底可能还会降一到两次的息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实际上 可能比美联储的表述是宽松了很多 这对全球的这种金融资产的估值的修复 毫无疑问是有益处的 而且有可能随着这种宽松的趋势的形成 在2023年的下半年 整体经济修复的这种空间 还可以再乐观一些 德意志银行看好各级板块 中心线头成长板块整体占优 黄达证券中期市场震荡上行 平安证券关注数字经济赛道 海童证券全年重视基本面复苏的消费 嘉宾观点仅供投资参考 下周六晚7点15分 中国深度财经再见 中心线头成长板块整体占优